欢迎回到华尔街周报的节目现场 美联储在本周再度降息 中美贸易谈判看似气氛乐观 却是暗潮汹涌 受到中美两国关税战的影响 今年中国资金到美国投资的情况如何 中概股现在可以留意吗 今天节目当中 再次邀请到的是万通证券首席运营官 郭毅 请他来谈谈对于目前美股 尤其是中概股的看法与展望 以下是稍早我们所做的电话转发 今天很高兴在节目当中 再度是访问到了万通证券的首席运营官郭毅总 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谈一下 有关于他对于本周股市的一些表现 跟他的看法 郭毅总你好 你好 谢谢主持人 是 郭毅总我们来谈一下 因为本周美联储是一如预期的再度降息了 也是今年的第三度降息 降息25个基点 不过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也在会后声明 好像暗示是今年有可能不会再降息了 那市场的反应是如何 您的解读跟分析又是如何呢 我个人认为这次降息之后 直下来的事情仍然是非常不确定的 并且我认为与中美的贸易谈判的结果 应该是相惜忽应 总体来说现在市场上这种三种降息预期 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派别 基本为鸽派 中性和鹰派 那么所谓鸽派就是说趋势性的一个降息 那么中长期会继续的保持这种降息的一个预期 中性的话也就是传统中的所谓的看经济发展 走一步看一步 那么所谓鹰派就是像今天您说的暗示降息已经结束 长时间内部会再动 那么这到底哪一派会最终胜出 我个人倒是认为还是要看中美贸易谈判的结果才能来决定 甚至说可能与中美贸易栏判起到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在这里面 是 你刚刚也提到中美贸易谈判 我们稍后也会特别针对这个议题跟你比较详细的提问 但事实上其实这种股市可以说 尤其是标普500是再创新高了 主要当然也是对于中美贸易谈判 目前看起来气氛良好 还有这个美联储降息的一个提前反应 那么接下来您建议投资人是可以乐观操盘吗 还是应该要如何操盘比较合适 我们个人的建议呢 投资者在这个点位上面 应该还是保持非常谨慎的一个态度 虽然目前市场正在高位 并且也更创了新高 但是从技术方面来讲 明显是处于一个阻力位的位置 而且呢有非常标准化的行动动能不足 向上动能不足的现象 那么很多人呢都还是持一个观望的态度 以及我们有观察到少数的获利盘的一个 退出的一个行为的加剧 那么外加刚才说到的 联储下一步是否会进一步减息 以及中美贸易战这两个市场最大的阴影的不确定性 然后从财报上看呢 虽然有60%到70%的公司已经达到了预期 但是事实上讲是他们在下调了自己的标准很多以后 才达到了预期 财报的一个增长的速度呢和趋势 也都是在下降的 那么去年呢有20%多的一个财报的一个增长 今年呢可能只有个位数 那么明年的一个预期可能财报的增长要在5%以内甚至更低 那么综合刚才所说的所有呢 我们个人认为虽然市场在高位 但是在这个时候仍然要保持非常谨慎的一个态度去进行操盘的行为 您一再提到这个传席会 那么而且也看起来现在市场上似乎有一点动能不足的一个情况 那您是怎么看待 因为目前看起来好像双方释出的这个讯息都是挺善意的 那您的解读是如何呢 那么现阶段您对于中概股的看法又是如何 至于这个川习会现在这种一直市场上释放的这种良好的讯号呢 我们其实觉得已经见惯不惯 因为这种笑里藏刀的两个大经济体之间的碰撞 其实已在过去的一年两年之内 让我们这个华尔街啊 也是看到了他们的种种不同的一个面貌 那么刚才又下午刚刚传出智利的这次APEC的会议呢 也因为智利本身的问题取消 那么本身约在11月15号的这个西川会呢 也可能就会随之取消 而且现在我们一直有听到 关于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这种协议 500个亿的协议呢 现在可能中国会有一些的问题 因为目前来看大陆的采购 现在每年大概有270亿美金左右 那么这个500亿到底会不会给大陆的这个经济造成一定的压力 那么肯定从中国的这个角度上讲呢 是更希望根据市场的一个需求 和国家实际的一个需求 去决定去采购这个500亿 而美国希望是有保障性的 那么我们个人觉得 这个可能会是谈判中非常有困难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们也发现在新闻上面有讲到 说我们两个国家在谈判的时候 现在在这个协议的起草文本上面有出现过一些争议 那么这些信息都告诉我们 实际上还是存在着一种可能不会有一个全面的协议达成的可能 那在这个之前呢 仍然还是要觉得要保持一定的这个谨慎 那么至于中概股呢 那在这种大的政治环境下面 中概股的表现其实根本不会很好 那么我们也有看到包括美国的监管机构 以及两家交易所 从批准中概股上市的数量上来讲 也是有一个锐减的现象发生在过去的几个月 那么从大概今年的六七月份到现在 我们可能只有看到大概四到五家的中概股 成功的在纳斯达克或者纽交所登陆美国资本市场 这个与往年都存在很大的一个差异 所以整体来说在资本市场这块也是进入到了一个寒冬 但是呢所有所谓资本市场嘛 有跌就有涨 那么每一次下跌也可能都是下一次的机会 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买入的机会 所以投资人在这里还是建议要细期的研究 每一只股票的价值 那在这种时候中概股有价值发掘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所以不要错过机会 但是要保持一个谨慎的态度 那最后一分钟 那么请过一种啊 给我们这个观众朋友一个建议 接下来的关盘重点啊 那么最后一分钟给我们一个建议 如何操盘比较合适 我觉得如果从中概股的角度上呢 可以多多的发掘这些最近由于中美环境下影响 下跌比较多的股票 然后看一看他们有没有一个价值的一个存在一个体现 看看是不是一个好的点位 因为可能会充斥着很多的机会 那么呢在中长期来看的话 毕竟中国和美国两个大的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呢 在政治政局稳定的情况下 可以每年给你4%到5%的一个GDP的一个增长 那么中概股还是全世界动力经济动力的一个主流群体 所以这里面仍然是机会无穷的 所以希望呢在大家在这个时候在保持谨慎的情况下 可以多看多发掘 可能会有很多好的机会在那边 好 谢谢郭益总再度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您 谢谢 郭益总表示 近期虽然企业财报良好 加上美联储再度降息 但他同时也观察到 股市成交量大幅减少 大量的资金在场外观望 股市明显的向上动能不足 投资人还是要相当的谨慎 而对于接下来的中美贸易谈判呢 他也是不敢太过乐观 认为两国即便顺利的签署协议 也只会是部分的协议 难以达成全面系的协议 而这样的发展对于股市 究竟会有多大的冲击 投资人还是要持续的观察 不过他也建议 投资人可以留意的是 跌深的价值型中概股 中长期还是会有投资机会 好的 以上就是本周 华尔街周报的节目内容 提供投资朋友 做个投资上的建议与参考 祝您周末愉快 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